原标题被《变形记》很红的夜店女王杨赋予,现在成了女孩羡慕的对象。 《变形记》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看的一档综艺节目播出至今已经走过了好几季, 但依旧在开播的时候,获得非常不错的收视率。 节目中的演出形式和节目主人公,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亮点。 观众也都很好奇那些城市主人公和农村主人公进行的交换。 在《变形记》综艺中有一期的城市主人公,是杨赋予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吧? 那时候,对她的介绍,就是夜店女王年纪轻轻的她,经常出入那种地方。 甚至父亲去找也不回家,甚至还破口大骂,是一个大家眼中的坏女孩。 也非常符合《变形记》里主人公的角色后来随着节目不断播出。 有人感觉这是一大捧红城市主人公的综艺,但也有人认为这部综艺很有意义, 能让一些坏孩子最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对待父母的态度不再像之前那么暴力,而杨赋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 当时上《变形记》这档综艺的时候,各种叛逆现象,任何不该有的坏习惯她几乎全占。 不过这也是她上《变形记》时候的表现,那么多年过去杨赋予的变化非常大。 那些坏习惯已经退去了她的生活,之前还参加过一部综艺完美假期,积累了一定的粉丝。 现在已经成了一名网红五官,也有了很大的变化,看起来妩媚至极。 现在的她也非常努力,有时也会练习画画,坐在家中一副认真画画的模样还蛮可爱的。 据悉,现在已经小有成就,甚至活成了很多女孩都羡慕的对象。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还有很多人在世界各地喜欢着自己。 的角色。 节约优到底练习画的小伙优询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